台中肉品市场计划迁移到乌日区引发地方强烈抗议 有议员就指出9月份时市府在乌日东元里要举办说明会 不但通知过程有缺失 市府也一直忽略地方民众的声音 而市议员吴琼华更疾呼乌日乡亲要用选票来做决定 对此市府回应 新建肉品市场结合绿能生产、加工还有观光 目前计划已经送到中央农委会来核定 一切依照都市发展计划做专业考量 今年9月台中市政府在乌日东元里举办的 肉品市场迁移说明会气氛火爆 地方民众强烈反弹迁移 有市议员就指出乌日已经有太多的领币设施 这一次是真的受够了 都让你们做起来 有吊渡场、有污水处理场等等都是场 这些都是有污染的 都对我们地方有污染的,不够吗? 拿出承诺书看板要求市长签下同意书 答应不会把肉品市场迁到乌日 议员们将市长团团为主 对此市府回应都市发展计划都依照专业考量 你要签不签? 所以你就是不签 没办法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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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了解因为我再跟你讲 我再跟你讲十分钟也是不签 所以我就说了 乌日的乡亲看清楚 看清楚 我们是整个的定位跟里面的设计计划 等等这个部分 有送中央农委会已经核定 你拍到底 拍到底呢 呼吁市长要多倾听地方声音 免得让乌日乡亲最后用选票做决定 对此市府回应 肉品市场会结合绿能生产加工观光 成为多功能现代化肉品市场 把污染降到最低 记得张伟林 台中采访报道